第六百三十集 白家老夫人的身子在经白赫染调理之后一直都不错 至少走起路来不说呼呼带风 也是脚步利索 说话也中气十足 甚至在外人看来 白老夫人面色红润 就连白头发都少 可是老夫人自己心里清楚 白赫染同她说过 调理的只是她的身体 却并不是为她续命 这世上没有法术 医术可以做到易寿延年 但却不可能让一个人长生不老不死 甚至说易寿延年都是扯淡的 一个人的寿源是有限的 规定了你这辈子能活九十九 你就绝对活不过一百去 定好了你能活到八十 你也不可能六十岁就咽气 但活跟活还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有人明明能活到八十 但他从六十开始就瘫痪了 后面二十年只能在床榻上躺着过 这种就谈不上什么生活质量 甚至有人还会觉得是累赘 所以白赫染对老夫人的调理 意在于提高她晚年的生活质量 虽然寿命不变 但可以让她在活着的日子里身体康健 不受病痛之苦 这些老夫人都心知肚明 一清二楚 所以她知道自己体格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在经了白明珠一事后 身体是没有事了 体内生机却在一点点流逝 她知道自己没有多少年月可活了 这是一种将死之人的心理感应 没有根据 完完全全就是感觉 说不清 道不明 老夫人想 或许老天爷就是给她这么多的寿命吧 如今寿命到头了 谁都留不住 她去了白家祠堂 跪到了白老太爷的牌位跟前 心里头越发的难过 老爷 我对不住你 我生的孩子都不成器 老夫人回忆这一生 越回忆越觉得最该反省的人是她自己 从前我偏疼老二 觉得老大心眼子多 野心也大 怕他成了绝后不疼弟弟 所以 这爵位我一直都是希望能传给老二的 老爷也是这样想的 对吧 他伸出手 轻轻抚着白家老太爷的牌位 这牌位重新更换过 因为上次白花盐和白千娇在祠堂里打架 把原先的牌位给打坏了 老二没有老达那么大的野心 可也不是个叫人省心的 家里头事也多着呢 我不愿意问 他们也不愿意说 但是啊 我心里清楚 他媳妇肚子里那孩子是怎么没的 十有八九 病根是在他们家里 绝位的事儿 在老二心里一直都有个疙瘩 所以这些年啊 他什么事都不做 就只知道伸手跟主宅拿银子 老大因为这个事儿 总是输了他 两人见面就吵 还有明珠 我们从小疼到大的小女儿 我那么疼她 那么惦记她 她却想要毒死我 老夫人说到这里忍不住难过 双手掩灭 泪止不住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老夫人的哭声终于停了下来 有人从身后递了块帕子给她 她回头 见是个年轻小姑娘 身着一身水红色的衣裳 身后披了毛绒绒月白斗篷 斗篷上沾了水珠 老夫人往外头看了一眼 外面下雪了 来人点点头 嗯 下雪了 老夫人看着眼前这姑娘 冷不丁地没反应过来 这姑娘是谁呢 怎么会出现在白家祠堂 这种地方外人是不能进的 见老夫人发愣 面前的姑娘也愣了下 接着试探性地问道 祖母真是不认得我了 老夫人又将她上下打量 依然是一脸茫然 你叫我祖母 随即似乎想到了什么 哦 你是老三家的孩子 来人点头 祖母 我是童姐 我的父亲是镇北将军白星操 白铜俭声音滴滴的 掩不住的难过 都是铜俭不好 平日里少来给祖母请安 祖母一时记不得我 也是对的 老夫人苦笑了下 你怎么来了 说完这话 下意识地就回过头去看白老太爷的牌位 心里愈发的不是滋味 我生的孩子一个不如一个 可是 你跟别人生的却又那么争气 那么好 所以说 还是我的问题 对吧 白铜俭听着有些懵 祖母 您说什么 老夫人回过头来 缓缓摇头 没什么 同你祖父闲唠几句 我其实是算是你的嫡祖母 嫡祖母也是祖母 白铜俭笑着说 我父亲从来都没有只把您当嫡母一般 提起您时都是以母亲相称 是打心里头把您当娘的 老夫人点点头 我知道 他的确知道 只是心里憋不过来这个劲 白铜俭的生母是白老太爷的妾 白老太爷虽说表面上看不出来多宠爱那个妾 但是他却知道 越是心里宠着 越是表面上不愿表露出来 那是一种保护 怕的是妾得胜宠 引渡太多 与自身福报无异 他虽不是那种善渡的主母 可说到底他也是个女人 天底下没有女人会不在意自己丈夫纳进府里来那些所谓的他的姐妹 他也闹过 也使过手段 但他本性纯良 使得手段也上升不到迫害性命的高度 所以 白星苍的母亲好好地活在文国公府 好好地给白家生下了唯一一位数字 虽说也是早适 但那也实在是他自己身体不济 同老夫人没有什么关系 白星苍算是在老夫人跟前长大的 老夫人对这个数字实在算不上多好 毕竟一见到他 就能想到他不是自己亲生的 是自己丈夫跟别的女人生的 心里头过不去那道坎 但他又实在没有多可待白星苍 甚至还在老太爷临过世之际悄悄告诉白星苍 如果可能就吩咐令过 别跟他大哥白星岩在一个屋檐底下生活 没有好处 后来白星苍从了军 拼出来个镇备将军 也一直记着老夫人当初告诫他的话 他知道 那不是老夫人诚心给他往外赶 而是老夫人太了解自己的大儿子 怕他留在国公府里会吃了亏 会着了白星岩的道 白铜俭扶着白老夫人从祠堂里走出来 天上飘着的雪花很大 一片一片的 但却并不急 天气也不是很冷 这样的天气走在路上 会让人舍不得进屋去 总觉不在学里走走 就辜负了老天爷这一场恩赐 于是老夫人说 你陪着我到云梦湖边上转转吧 那是咱们府里最大的湖 我记得年轻那会儿一吃多了 我就去绕着湖走 结果走一圈下来 因为太累 回来又会吃很多东西 说起年轻时候的事 老夫人的心情也好了许多 一时间倒是想起许多事情 他告诉白铜俭 你出生那年 云梦湖里多了很多鱼 还都是锦里 我就想着 你这丫头一定是个有福气的 虽然跟着你爹吩咐令过了 但福气不见得就比长在住宅的孩子们少 果然 你爹后来成了征备将军 你们也搬出了那个小门户 住进了将军府里 要是你亲祖母还活着 他一定会很骄傲自己能有个这么有除夕的儿子 也一定会很喜欢你这个孙女 老夫人握着白铜俭的手 越看越是喜欢 是个好孩子 目光纯粹 不掺杂质 阿染在经理时就同我说过 三叔家的堂姐 脾气好 性子好 让我多惦记这些 可是啊 你也知道 咱们家里事情多 祖母不是不惦记你们 是怕把这些个乱世引到你家里去 给你们添麻烦 云梦湖已经结了冰 府里的湖都是死士湖 一到冬日就要冻冰的 他记得自己年轻那会儿 那时白铅还小 才十岁不到 有一年冬天想要钓鱼 非得让府里的小厮在冰面上打洞 结果鱼没掉成 那小厮却掉进冰窟窿里 第二年开春才打捞上来 那是会在白兴眼手里的第一条人命 祖母 要不要到将军府上小住几日 白铜俭看出老太太情绪不大对劲 便开口提议 如今父亲不在家 府里也怪冷清呢 祖母要是能去小住 咱们也好热闹热闹 他一边说话一边扶着老夫人往湖心的亭子里走 通往湖心亭的小路附着雪 还没有被人踩过 两个人四条脚印 迎着漫天风雪像是一幅精致的画 老夫人想起自己在老二家住着的那段日子 原本一切都好 可是没想到先是出了白明珠的事 后来谭氏又没了孩子 她有时就会想 是不是自己的厄运带给了二儿子 这才让小白府也不得安宁 她如今回府了 也没听说小白府上再出什么事 这样她还怎么敢再去谁家 于是她摇头 不去了 你们有自己的日子 祖母不跟着谈话 祖母 白铜剑扶着老夫人坐在椅子上 自己蹲在身前 双手搭在老夫人的膝头 祖母 是母亲让我来请您的 铜剑要嫁人了 要背的东西多 感巧父亲又不在家 我跟母亲两个人实在是忙不过来 所以母亲想请您过去住一阵子 有些事情还想请祖母给铜剑做主 你 要嫁人了 老夫人这才想起 是听说老三家的女儿订了亲 好像订的是老三军中副将的儿子 很是知根知底 想起来了 是有这么回事 她有些为难 去不去呢 云梦湖边 有一人顺着小路正往亭子这头小跑过来 老夫人轻叹了声 唉 你看 住宅就是这般 也可都不得消停 听众朋友您好 我是主播小靠 这次在剧中演绎的角色是 老神医夏阳秋 老朽在这里祝大家 吃麻麻香 帮 shield 身体 本儿 棒 вход 好啦 语 好 脸 脸 脸 Contact 脸 鸚 脸